说起古代的刑罚 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着自己不测的地方 但是世界上无论哪个地方 如果是死刑 其实不外乎外伤致死或者窒息而死 一般表现为砍弗或者伤掉自瘾 但是统治者逐渐发现即使将有罪之人处走 也不能起到震慑那些心里有犯罪想法的人 在中国就有这么一句流行的话 叫脑袋掉了不够很大的罢 18年后又是一条狠狠 于是统治者就对受刑之人的受刑时间和痛苦程度有差 其表现形式也变得多样化起来 中国普代最有一次刑罚 就是古代17发明出来的临池处死 从这以后犯上作乱的十恶不设计罪 皆被判除临池处死的罪 临池处死不仅让犯人后悔自己有犯罪后毫不惧怕的相反 更是让围观的人看得都心惊动了 最后一个被临池处死的江阳大道康小巴 被临池处死时的态状 让现在百年后的人看了 都是胆战心惊动了 毫不例外 国外同样对自己的刑罚提起了感激 其中 西班牙的罗旋侥幸 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 侥幸其实就是让犯人上吊 然后窒息而死 那么这个罗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 罗旋侥幸一年都不复杂 甚至在中国繁复的酷刑面前都显得非常简单 但是越是简单的东西 却越能显示出稳败的效果 罗旋侥幸在1870年的刑罚点中 正是采用它作为惩处重罪的刑罚 发明者是西班牙人 本来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的人使用 但是这两个殖民强国却把它用在了其他地方 它的行刑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将犯人的手绑合 放在肚子前 然后坐在一个靠着柱子的平台前 柱子上挖了个洞 洞里面释出一方突大的绳子 将犯人的脖子的一种 在绳子的另一端打上一个结 结中间插一个木棍 行刑的人拼到命令之后 将棍子旋转起来 绳子受到棍子的旋转度 开始慢慢打击旋转 成为不旋转 而后绳子改成了金属条 使得行刑的时间变长 螺旋脚型的特别就是这么难 因为它和一般的脚型部分 不是靠重力 而是靠人力来活活使人窒息 所以就让犯人非常痛苦 痛苦到实际挣扎 这一幕 也许就是发明这种刑犯人的初衷 可以震慑到更多的人 一般的时间会长达5到10分钟 开始受刑的人一般 都是西班牙的年轻人性 但是历史上也有名人 瘦子时 在1533年7月26日 皮萨罗就命令手下 把一家帝国的末代国王 王阿塔 华尔帕放在银上 用他的家乡客产作学小型 去除此 最后一家帝国的末代国王 在一家中出发 小银子时 世界上 列人 感谢观看